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洋洋被曝学历造假,均易校草变中砖校草。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,网民的年龄也逐渐变得低龄化,现在很多小学生都能够熟练地使用网络上网。 但网络上的环境纷繁复杂,很多不良的信息都容易对学生的三观产生不好的影响。 在如今这个网络时代,人们的生活也因网络变得更加的便利。 同时,网络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娱乐文化的发展。 近些年娱乐行业里涌现出了一大批偶像明星,深受年轻人们的喜爱。 如今饭圈也开始逐渐低龄化,有不少小学生都已经加入了追星的行列当中。 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多偶像明星,全都是公司包装出来的人设。 其实真实的他们,并没有展现出来的那么优秀。 甚至有些偶像明星本人更是道德品质败坏,做出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, 而这样的偶像明星,并不能给学生带来正面积极的影响,所以并不值得学生们去追捧。 羊羊被曝学历造假,军艺校草变中砖校草,脑袋空空的偶像不值得追。 最近,电视剧《我的人间》烟火热播,而随着这部剧的爆火。 在剧中饰演男三号的魏大勋,也随之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。 魏大勋的形象和气质,以及演技都备受网友们的好评。 然而,反观男主角羊羊的演技却显得平平无奇,而剧中羊羊有一幕睡觉的场景。 由于睡姿过于端正,被无数网友吐槽太端着。 不过有羊羊的粉丝出面解释,因为羊羊是军艺出身的,所以身姿挺拔,睡姿端正不是应该的吗? 的确,羊羊一直以来都被关有军艺校草的称号,而这个称号也一直是她的卖点。 但是最近却由网友扒出,羊羊根本就不是军艺本科毕业的,而是军艺舞蹈系中砖毕业的。 而且爆料人还指出,军艺舞蹈系是军艺唯一开设的中砖教育,关键羊羊还不是被选拔上的。 她是自废弃的,所以她其实只有中砖学历,和真正军艺本科毕业的学生根本没法比。 而她学历不高的这一点,也直接在她平时接受采访时体现了出来。 在被问到我的人间烟火,这部剧的女主角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时。 羊羊只说了一句她是个白衣天使,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任何的形容词了, 这也让女主角吐槽羊羊是大脑空空。 虽说学历与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,但是这些脑袋空空的偶像明星,也确实不是学生们值得追捧的对象。 虽然学历并不一定代表能力,但是学生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三观。 在如今的社会上,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。 一面是大学生在求职就业中卷生卷死,没有高学历就很难找到好工作。 而另一面,有不少没有学历的人在网络的加持下成为了网红和明星, 靠着流量的红利,赚得盆满钵满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!